你基督的心为心 你踏地离开世界 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 把冷漠变成爱 你基督的心为心 你踏地离开世界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的来学习更像耶稣这一个系列 今天我们来到第十二讲 就是有关一颗忍耐的心 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一起来来读一处的经文 这处经文记载在圣经的西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经文这样说 存心忍耐 本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那这一节经文讲的是什么呢 那其实是西伯来书的作者 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有许多的见证人 而这些见证人呢 就是我们信仰上的一个榜样 一个帮助 当他们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 所以这些云彩就给我们一种力量 是我们在奔跑这一条属灵道路上的时候 可以效仿那些榜样 可以坚持到底 所以西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这条道路上 我们要带着一颗忍耐的心 以那些云彩为我们的榜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有力量去奔跑 这一条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 那各位弟兄姐妹 可能你都会听过这样子的一个理论 那就是 21天可以养成一种习惯的一个理论 那如果你去看一些新闻 你去看一些传单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一些的广告 他都是这样讲的 他说学英语速成班 弹钢琴速成班 跳舞速成班 快进速成班 那总之在社会上 会有很多的培训班 那他会告诉你 他们有做成一件事 最快的一个秘诀 那所以就有这个速成班的说法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短期之内 比如说七天 或者说是一个月 或者说是三个月 那会帮助你 让你掌握一门技能 可以让你做成一件事情 那各位弟兄姐妹 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有没有尝试过 在七天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当中 去做成一件事呢 比如说我们教会 每一年在 预苦期的时候 大概三四月份 我们会有四十天的时间 然后教会会鼓励弟兄姐妹 一起的去灵修 那一起的去过灵修的生活 一起的培养读经祷告的习惯 那比如说我们在每一年的 八月份九月份左右 那我们也会有这个门徒培训 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会让组长 带领组员 有一起讨论 一起学习的 这样子的一个训练 那就是帮助大家掌握一种好的 属灵的习惯 那各位弟兄姐妹 可能你也回想起了 当你刚刚要报名 参加这一些培训班的时候 可能你都是有心志的 你觉得我要靠着这个培训班 我要做成一件事情 我要养成一个习惯 可能我们在开始之前 我们都觉得我们会成功 但是当我们刚开了一次投之后 刚进行了一次课之后 可能有些人就觉得放弃了 觉得这个好像不太适合我 有些人可能课程完成了一半 然后没有再坚持下去的力量了 有些人可能已经完成了十分之九 还差一次课就要结束的时候 他放弃了 那我想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你都可以去检验你自己 有没有类似的现象 所以这个现象 那就是提醒我们 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自己 去发现我们自己 在生活当中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这里有一个成语 叫做半途而废 意思就是说 事情做到一半 然后你不坚持了 然后你放弃了 那在这幅漫画当中 你看到一个妻子 一个太太 然后他在自言自语 他说 哎呀我给我的丈夫 买的这个跑步机 变成了他的晾衣架了 那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可能他的先生 本来是想要减肥的 想要锻炼身体的 这个跑步机的作用 也是不用去外面跑步 也不用去健身房 我们在家里就可以锻炼身体 那就可以减肥 但是可能他的先生 坚持了几次之后呢 他觉得没有办法养成 这个健身的习惯 所以慢慢的这个跑步机 就失去了他的功能 就变成了一个晾衣架 那各位弟兄姐妹 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是一个经常会半途而废的人吗 你可以检验你自己 在现在你每一天 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 你有多少已经是在进行的 而有多少是你进行了一半 已经放弃了的 那所以现在呢 那就是要帮助大家去查验 在你生活当中所开展的这许多的事情上 他的优先次序是怎么样的 那有人把我们每一天所要面对的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事件 分成了四大类 那按照重要紧急的程度 那是这样子区分的 那第一类就是又重要的又紧急的事情 那一定要优先处理 那第二类就是它是重要的事情 但是呢不是很紧急 那这些事情呢可以放在我们的计划当中 它还没有开始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的预备 那么第三类呢是一些紧急的事情 但是呢它不是很重要 那这些事情呢会花费我们的一些时间 所以我们就尽量的减少它 因为它不是很重要 那么最后一类呢就是它既不重要也不紧急 那这些事情呢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会面对许多类似的事情 但其实呢提醒我们要避免这些事情 因为它不仅不重要 而且它也不够紧急 不应该花费我们太多的时间 所以这个图表那就帮助我们思考 你现在生活当中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事件 它可以归属在哪一类当中 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天所要面对的 所要处理的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事情 当我们所要开展一项计划的时候 没有一个计划是非常轻易就可以成功的 所以在成功的背后通常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比如说当你要减肥的时候 需要付代价吗 应该是需要的 你可能需要坚持每一天去锻炼身体 你也可能需要刻意的去培养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 不能大吃大喝 不能经常吃这一些肉 所以减肥对一个人而言 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那么弟兄姐妹 在你现在生活当中 每一天你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 你是否意识到 如果你想要把它做成功 需要付出代价呢 那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讲到两个人都去地下挖这个宝藏 挖这个宝石 那其中一个人挖得特别的快 很拼命 但是在他快要到达终点 在他快要发现这个宝石的时候 他放弃了 他可能心里想说 我已经挖了这么久 我已经把洞挖得这么深 但是还没有找到宝藏 也许我的方向错了 所以他就难以坚持 他就返回了 那这个故事就提醒我们 在我们成功的道路之上 有时候我们需要再坚持一点点 那圣经当中 耶稣他就是我们非常好的榜样 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 他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压力 我们知道耶稣刚刚开始传道的时候 他就被圣灵引到旷野 在旷野受四十天的试探 当他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 他其实可以逃避 他也可以斥责那个撒旦退去 但是耶稣他忍受这样的试探 当耶稣开始在世上 呼召门徒传福音的时候 他也忍受来自周围社区的那些人的 击笑辱骂和攻击 耶稣完全可以惩罚他们 耶稣完全可以审判他们 但是耶稣忍受了这种各种各样的压力 耶稣知道他所走的这条道路 是十字架的道路 他知道在这条路上 他会面对许多的压力 但是他仍然可以坚持到底 因为他有一颗忍耐的心 各位弟兄姐妹 正是因为耶稣他有忍耐的心 他也知道在终点 等待他的 是神所给他的奖赏 所以他可以在奔走 这条十字架道路的过程当中 他可以胜过这些诱惑 胜过这些试探 甚至胜过那些 拦阻他定十字架的那些声音 他可以胜过自己的软弱 因为他知道他的终点在哪里 他也知道他所要走的路 他所要坚持的这条神的救赎计划 他一定要去完成 所以当他知道终点在哪里的时候 他就可以得胜有余 各位弟兄姐妹 你去回想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现在正在做的一些计划 一些事情 你是否意识到了 他需要你付出一些的代价 而你是否能够 为着这一些的事情的成功 你愿意去承担这些代价呢 如果你软弱的时候 你可以靠着什么样的办法 从神那里重新得利呢 我想耶稣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 他也会有软弱 他也会有信心怀疑的时候 所以才在科西玛尼元的时候 他祷告说 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将这杯撤去 他也会软弱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 但是他可以重新得利的秘诀 就是他可以回到父神那里 恳求父神的帮助 那么各位弟兄姐妹 你得胜的秘诀又是什么呢 你是否知道前方等待你的 就是神为你所预留的奖赏呢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胜 在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 我们所开展的许多计划 我们所做的许多的事情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放弃了 我们没有坚持到底 就是因为我们缺少一颗忍耐的心 所以今天的分享 就提醒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 想把耶稣拥有一颗忍耐的心 靠着他的帮助 我们可以在一切的事情上 得胜有余 约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都拥有一颗忍耐的心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 来提醒我们 给我们知道 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 面临许多的事情 是需要我们处理的 有的事情对我们而言 非常的艰难 不是轻而易举 就能够完成的 也许我们需要付出 许多的代价 在付出代价的时候 我们也许会软弱 但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 求你给我们一颗忍耐的心 说我们能够有能力 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 让我们能够知道 终点在等待着我们的 是你的奖赏 谢谢你 愿主您祝福 每一个听和遵行 阿语的人 我们在你面前 这样祷告 奉耶稣的生命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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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